第二个例子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遵从医嘱的一个老先生 那么这个老先生呢 七十多岁也是个男性 那么他得了糖尿病以后呢 就每次我们给糖尿病教育 他都会来 非常严格地遵循医生吃药 严格控制饮食 但是他严格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医生说吃二两面早上 他就把多一根面条都会从称上面 所以我为什么带称过来 带面条 称得很准确 他就会称 这多一根面条我要拿出来 所以就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然后呢 医生说甜的东西要少吃 他就不吃甜食 又不吃水果 每次到医院来 他查的血糖都非常好 糖化血红蛋白也非常正常 但是他就说 我整天像病人一样 我没精打采 我四肢无力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太控制严格饮食了 所以呢 他肯定就缺少了某些东西 这样就导致这个患者 觉得他自己不像个正常人一样 所以您的意思是 即使我们遵医主 听医生的话 我们严格地按照要求 来吃这些东西 依然有缺少的 很重要的元素 而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缺少了 甚至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它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 好 缺少某些神秘物质 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骨质疏松 胰岛素抵抗 动脉中央硬化 加重糖代谢紊乱 神经病变 引发糖尿病 加剧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对的 这么严重啊 确实我们很多病人都觉得 哎呀 我只要遵循医生的话 我该吃的吃了 该吃的药吃了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老先生 但是他还是像病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严格地控制饮食 就刚才你说的 我会缺少一些物质 这些物质缺乏以后 其实久而久之的 它还是会导致我们体内 发生一些变化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糖尿病 病发症的加重啊 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都是我们今天 要介绍的 这些宝贝缺乏的原因 所以我们为什么 今天要把这个吃和补 拿到给大家说 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 谢兰花衣服脱下了 因为它没有那么重要 还得补 我们先给大家揭晓 这些神秘的物质 我们会缺少的神秘物质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神秘的物质 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 我们来揭晓答案啊 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 我们先 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吧 维生素和矿物质 会对我们的糖尿病 和刚才那些相关的疾病 有关系吗 对的 我们举例来说明 我们准备了好多 大家看 我和陆陆老师 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给大家看到了 有这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我们主要要跟大家说 它们哪几个的作用 对的 实际上我们体内如果缺了 应该说都会受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维生素D 大家都知道 维生素D缺乏了老年人 就会缺钙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缺钙的事 我们和糖尿病有关系 维生素D不仅仅会强壮我们的骨头 它更重要的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们糖尿病人 多半免疫力都会低下 为什么我们容易感染啊 为什么我们容易比别人更容易出现 伤口破了就不容易好啊 而且维生素D呢 不仅仅增强免疫力 它还调节我们的 β细胞分泌胰岛数 所以维生素D缺乏减少 都会使我们的糖尿病加重吧 是吧 病发症更容易出现 那我们的蛤呢 是和糖尿病分泌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如果蛤元素缺少 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减少 就会受影响 还更不要说我们的维生素C 是抗氧化的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 很多人都去吃维生素C 因为他说这个吃了以后我会变年轻 我脸上老年般也会减退 会变白 变白 因为它抗氧化 也可以延缓衰老 所以应该说我们的非常多的 这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都是和我们机体的 包括我们自身的内平衡 内环境的稳定 我们的自身免疫力 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发挥 预防疾病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包括它和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 比如说糖尿病的 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人 尤其重要的 刚才我们说的 就即便我们老年人都补充 糖尿病人更厉害 缺的 所以糖尿病人更要注意 补充我们这些微量元素 以及这些微生素 那锡呢 锡有什么用 锡 现在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是来自湖北 正好替湖北做个宣传 湖北有一个恩师 它就是一个负锡的地方 恩师厨的茶叶 含锡的茶叶 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发现锡可以延缓衰老 可以提高免疫力 跟糖尿病有什么关系呢 糖尿病前面不是说了吗 它就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疾病啊 而且它有很多 这些糖尿病人 因为缺这个缺那个控制营养 更容易衰老得快啊 所以补补锡 它可以延缓这些情况 可是您这么说啊 我们现在随着养生糖 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知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饮食要均衡 要多吃蔬菜水果 要尽量多吃一些五谷杂粮 要早吃肉 吃一些深海鱼等等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 在均衡的同时 摄入了这些营养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补呢 对的 你说得非常对 确实我们现在 不仅仅物质非常丰富 大家的这种健康理念 也非常越来越强 特别是你们养生糖 这么多期不断地 在给我们国人在教育 大家都知道 我该吃这个 我该吃那个 但是要知道 即便我们吃了 所有我们都认为 可能需要的东西 我们还是会有 隐性的营养缺失 所谓隐性 就是我们看不见 用我们常规的一些方法 也测定不出来 所以我们叫它隐性 他们这些隐性的营养缺失 实际上久而久之 也会出来捣乱